骑助力车 戴着头盔 拎破窗锤 砖砸好车 其中被砸的五辆车 是在同一条路上 一路骑行 一路狂砸 手段卑鄙 影响恶劣 把车窗打开 把包取出来 也就有几秒钟 都是拎破窗 什么都会惨的 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妄为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证据说话 2016年12月15号晚 浙江省台州市先居县 连续发生多起高档车辆被砸案 其中被砸的五辆车 是在同一条路上 距离不远的 先居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立即组织民警赶赴现场 先后调阅了多个案发现场 周边的视频监控 最终锁定了一名骑车男子 该男子骑黑色助理车 头戴银色头盔 手段娴熟老练 从协认人靠近车窗 把车窗展开 把包取出来 也就是几秒钟 其中 敌寿海人车内装有约 七万元现金的包被盗 当时在踏板上面 还有一个棕色的皮包 其实就是背下了手提包 该男子作案后 骑着助理车一路向东 离开了先居县 我们通过视频这一块 一路追到临海 最终追到了临海市医院 并且在那个市医院里面的 那个车盆里面 找到了那个助网车辆 办案人员随即 对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各监控点进行查看 发现犯罪嫌疑人 在医院逗留并离开的轨迹 经过视频图像比对 警方初步判断 犯罪嫌疑人 为临海籍男子向某 这个本身就是迷人 在台中 行政民警 基本上都听过这个名字 为什么当地警察 都知道向某呢 据了解 2006年的时候 这向某因为侮辱妇女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出狱之后 又因为涉嫌盗窃 被台州市各区县刑警 屡次抓捕 他的那个作案手法呢 就是趁着晚上 骑着助力车 戴着头盔 在饭店门口 砸豪车 就是豪车 然后呢 偷包就跑 一边跑 一边砸 跑一路 砸一片车 这个手段是极其恶劣 对此 向某虽然始终拒不承认 但是2010年 因为盗窃罪 证据确凿 他还是被判处了 有期徒刑三年 你算吧 这放出来也没几年 他就又成了 先居警方抓捕的嫌疑犯 这样的人 想不出名都难呢 案发的第二天清晨 办案人员赶至向某 位于临海市杜桥镇 大盘地村的家中 将其抓获 当场搜出了 疑似犯罪嫌疑人作案时 所穿戴的墨绿色棉服 鞋子 裤子 头盔 以及一把破窗锤 搜查过程中 民警还发现了 大量的法律专业书籍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一个 法庭那个庭审技巧 有一个庭审技巧 有一本书 另外还有就是 刑事书网法 公安法 一些刑事类案件 审判的一些案例 都有很多 据向某说 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 但是平时酷爱 学习法律知识 这一点在审讯中 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咱们都是学习 刑事书网法的 尤其是刑事书网法学 证据法学 你这么刑事书网证据 应当的证据 不是在紧紧下领 毁坏相课 你这个 审讯他的时候 他满口都是条文 都是领化过的 什么都不采论 在你被抓前一天 先绿未来 没有 领海证据呢 领海证据没有 领海证据没有 没有 那你在哪里 我在家里 然后我们材料呢 他是要拿去看一下的 是这样的 签是不签的 看吧 自签吧 不签了 由于项某始终是领口供 民警再继续审讯 已毫无意义 这个案子领口供的案子 它就是给我们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 要求我们必须有能力水平 要提高 不要抱着 重口供 这个这样 这样不行 一定要中证据 为寻找侦破线索 民警把项某家中扣押的物品 临海证第一人民医院的助力车 以及先居县连续发生的 几起案件关联起来 围绕犯罪嫌疑人作案前 作案中 作案后的整个活动轨迹 进行了视频圈宗 先后拷贝了沿途270多个 有其身影的监控资料 并一一与案发时间予以佐证 形成强大的证据链 因为它现在连续作案 作案多起 我也性很大 老百姓的安全感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方面考虑 尽一切一定要把这个案子 还老百姓 一个平安宁静的一个环境 监控显示 2016年12月15号下午16时56分 项某从渡桥镇坐客车 到达临海市客运中心 当时我们可以获取到 一些人比较清楚的灭物特征 灭物特征比较清楚的 还有那个衣服特征 裤子 鞋子 特征都比较明显 之后 向某城出租车 到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取作案用的助力车 当时这辆就是作案用的助力车 它本来就是停在那个车粉里面的 之后把头盔戴上去 把手套全部戴上去 把整个面部都遮住之后 然后从那个医院里面 开了助动车出来 出来之后就一路 从临海开到我们县区 向某从临海市前往先驱县城的途中 还给助力车加过一次油 没有排车的车是不可以加油的 然后他去加油站之前 可能在进加油站之前 先把排车先挂上去 挂上加完油之后 又把排车拿掉 加速严重工程和白理 这个车主还把那个车子的 那个GPS轨机拉出来 就是跟车主还有 跟车主那个所讲的公诉是一致的 然后刚好那个村子里面 也有一个视频监控 刚好就是那个下车的位置 如今在证据面前 向某又作何反应呢 他们就是以总归想象 推测的一种方式 最高法最高级关于这个 证据规定的比较详细 能够作为刑事证据 必须具备可规性 关联性合法性 三个证据缺一的不可 缺一的不可 缺一的不可 他缺了几个 缺一的他一个都没有在找 等于他那个找的那个衣服 是在你家找的 我都不知道 因为这么没这个衣服 我就不吹这个衣服 是谁都专案的搞不清楚 监控力很黑的 有了带头灰 面不长相也看不清楚 向某的这个质疑呢 也有道理 警方虽然通过监控 对案犯作案前后的活动 轨迹进行了圈踪 可是天黑路远呢 这个图像不是特别清晰 更何况 这沿途监控再多 他也有监控的盲点 有盲区 办案人员怎么就能证明 这带头盔的人就是向某呢 就算从临海医院骑助力车出来的 那确实是向某 途经某个岔路口 恰巧又窜出一个 外形特征跟他相似的人 那个人才是作案的真正嫌疑人 他正好没有被拍到 那怎么办呢 怎么解释呢 综合本案的现有证据 显然这个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疑点 所以还不能认定向某就是犯罪嫌疑人 为了将此案调查清楚 办案人员对现有证据进行了重新梳理 发现从向某家中扣押的墨绿色外套上 有两处明显的破损点 根据这件衣服破损的细节特征 警方刚好串联了犯罪嫌疑人作案前 作案中 作案后的活动轨迹 解决了现有视频证据不连续性的问题 若决认这个衣服特征很明显 我们这个白色的点位 我们就是在这个轨迹里面 能够大量地体现 除此之外 鉴于向某反复强调 在其家中扣押的外套 头盔 鞋子 货窗锤 以及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车棚内的 助力车等物品 并非它本人所有 也从未使用或穿戴过 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 进行鉴定 摩托车里面的手套 我们也拿去鉴定过 还有摩托车把手上面的 那些汉液什么 我们都提取过来拿去鉴定了 包括在它衣服所穿的位置 袖壳什么东西都提取出来 那个DNA跟它本人都是吻合的 物相鉴定结果也认定 对件墨绿侧外套为犯罪嫌疑人所穿 与此同时 鉴于项某再三强调案发当天 他一直待在家中从未外出 警方又选举了临海市客运中心门口 清晰显示犯罪嫌疑人面部特征的监控截图 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人相鉴定 其结果也与项某的说法形成矛盾 确定这个人就是我们本案的协议人 能够坐在这里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形成一个证据点了 先居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2018年1月24号上午 先居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庭上公诉人详细展示和说明了 本案的证物 视频证据 以及相关的证人证言 旧本案东一段视频证据的真实性 向某当庭提出质疑 向某的辩护律师 也就其中一段视频证据提出了异议 当时跟男子进入医院的电梯口的时候 他想手机展现的是一个屏幕是亮的 也就是他拿出来应该是接听电话 或者是拨打电话一个画面 那么这样的话就提供了一个线索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确实有这个电话 该男子打过的 这个人确实像电话已经被抠留的 那么这个电话号码去还原一下 哪个基点发出这个信号的有没有 我觉得本案当中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这个做一个补充的补充的一个侦查 如果有那么对公诉人指控的证据来讲 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之一 我觉得如果没有的 那等于说相当也可以排除掉下来 有这个行为 最终法官没有当庭宣判 是领口供的案子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会比较慎重的 公安提交过来的证据 我除了要考虑你这个关联性 还要审查你这个合法性 那合法性的话 就是你取证一个程序的合法 所以说这两个证据的第一次开庭之后 听了他们控辩双方的意见之后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补一下的 2018年8月9号上午 先居县人民法院进行第二次庭审 法庭上公诉人首先补充了 相某在大盘地村下车的视频 为临海市霞光眼镜镀磨厂监控点 所拍摄的证明材料 其次还出示了案发当晚22点32分 相某在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大厅 手机里的来电记录 最后 夏某仍坚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最终法官当庭做出了判决 被告人下车对法专业的努力 采用购买性手段 盗刑他的财务 其行为有过程盗刑罪 公布机关制困的罪名成立 被告人在前队有去图行刑法 执行完毕以后 五年内在败义上 判冲去图行刑法之队 弃人断依法与从中央处罚 中央权 以上中央务力莫过刑法 第264条 第65条第一款 第61条第62条 这规定 判决下 全地实力 被告人下 犯盗选罪 判冲去图行 两年六个月 并阻罚就能力力九千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 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 这不仅可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同时还是尊重人权 保障人权的重要法律武器 这向某学会了 自学法律 经验法条 干嘛呢 保护自己 把这个领口供 当成抗拒刑事处罚的金钟罩 铁布山 妄图颠倒黑白 逃避打击 最后呢 巧言令色 依然难逃 法网灰灰 通过这个典型的案例 我们也给那些 幻想着钻法律控制的 不法分子们提个醒 若要人不知啊 除非己莫为 犯了法 你可以不承认 但证据恋 会不言自明 明天见 中介公司打来电话 赵大姐急忙赶去雇主家 当出生的孩子 就是说 因为我照顾 从卖房到租房 雇主王斌经历了什么 就个孩子跟他在家 王斌为何要不辞而别 丢下自己的亲生女儿 那什么简单点 你孩子我不要了 我过去给你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一一的家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